今天是3月17日 那么明天呢是3月18日 在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3月18日呢 台湾岛上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 我们说是学生运动也好 群众运动也好 我们统称它为太阳化运动 那么太阳化运动早期是学生运动 后来扩展为群众运动政党运动等等吧 那么它的起因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两岸签的这个福贸货贸协议 那么太阳化或者我们的学生啊 最开始认为这个是黑箱 没有向社会公开整个谈判的过程和谈判的协议 那么今天中美贸易战也在开打了 打了将近一年多了 那么中美双方一直在谈判 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啊 如果按照当时太阳化学生的评价就是谋之于密室 对吧 在一个密室里秘密的商谈着各种阴谋诡计 不告诉人民啊 人民也不知道双方代表各自签了什么协议 那么今天对中国如此 对美国也如此啊 美国是你们自由民主的灯塔 是你们一直向往的民主国家 它是美国的双方的谈判 也从来没有公开过 为什么 国际贸易谈判从来没有公开的 如果说让你逐条审的话 就等于把你的底牌公布给对方了 这在国际谈判上是十分不利的啊 我们知道在国际 不管是商贸谈判 就是公司之间的还是政府之间的 都会往对方派商业间谍 这个谁也别觉得谁伟大 对吧 双方都派 派间谍为什么 就是尽量的知道对方的底线 好让我在要价的过程中能够占尽便宜 我举个例子 假如两个公司竞标啊 两个人公司竞标要装修一个大楼 假如A公司的标价底价是三块钱 那我知道的话 我就出三块零一分 我就得标了 而且我只多出了一分钱 对吧 这个一分钱在成本上来讲 也不算很大 那么这个如果事先 所以说如果事先的话 我们把自己谈判的底线公布于众 本身就会在谈判当中 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或者是被动的地位 那么在国际这种贸易谈判当中 从来没有公开过的 从来没有让你逐条审的 这个是全世界啊 只有台湾是搞特殊啊 所以这个世界民主文明的灯塔不是美国 而是台湾啊 台湾是世界民主文明的灯塔上的灯塔 是塔上塔啊 灯上灯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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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台湾为台 台特英特灯灯灯灯灯灯灯 对吧 那么我们 所以我们回顾这个事情啊 就是整个学生的诉求 就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树叶又专攻 专业的事情还是专业的人来办啊 其他的人啊 就不要在这里面瞎掺和了 那么太阳光的起因 我认为还有一个背景啊 就是马英九当时的政策全跳票了 譬如他一个是经济增长率6% 对吧 人均收入300美金 失业率下降到下降到百分之几 我忘了 反正马英九承诺这个失业率啊 下降到很低的一个点 那么他这些都没有实现啊 这一些也是导致一个民怨 巨大爆发的一个出口点啊 但是我们事后来回忆啊 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看 那么马英九啊 很多承诺没有达到 那么马英九 在暂时马英九当时的政绩依旧不错 为什么 因为08年爆 以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为导火 所引爆了全球的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啊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的啊 全部受到了巨大的波击啊 你不管是日本韩国欧洲 还是美国本身 他的经济都是大量下滑的 那么当时啊 马英九能够保证经济不大幅度下滑 能保持一个相定稳定的经济 局面 这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啊 我们其实如果冷静客观 但是台湾的决青们啊 台湾的学生们 对吧 他们不这么认为啊 啊 他们认为台湾的经济啊 并没有往上走 那么马英九没有实践他的承诺 对吧 是巨大的跳票 呃 根本原因呢 就是亲中卖台 呃 那么在 所以呢 前期就爆发了这个太阳化的运动 那么太阳化的运动 前期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吧 我们可以说前期还是相对单纯的吧 呃 主要就是反黑箱 虽然我们说这个反黑箱也很扯淡啊 那么随着后期更多的学生加入 他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反路 反中的运动啊 那么 呃 而且在各种阴谋家 你比如陈未婷了 对吧 林长佐了 黄国昌了 等等 各种学生内部本身的阴谋家的推波助澜 然后民进党为了反对国民党也在暗中啊 实实实实实实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啊 手段 那么起到了某些不可告人的作用 那么与此同时啊 国民党啊 也在这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啊 给我们普遍的常识啊 太阳化啊 是反对国民党的啊 也反对大陆的 那么国民党是受害者 其实完全不是 这个民进党啊 还有这个太阳化的学生啊 还有其他的加入的一些团体啊 他们是明着反路反中的 而国民党是按着的 那么主要还主要国民党按着反路反中的 一个根的原因啊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啊 这个马永久的所有政策啊 全部跳票 他实现不了的承诺 实现不了承诺 那么国民党呢 不想自己背锅 那么他就要用大陆来背锅 所以国民党也在暗中制造两岸矛盾 这个王金明出这个桥啊 他也说了 他在他是支持太阳花的 很多人都批判王金平 说他是蓝营的叛徒啊 不对的 其实当时的蓝营 不仅是王金平 还有马英九都是这么 都是往这个方向操作的 只是一个是 唱白脸 一个是唱红脸 那么虽然马英九就等于牺牲 反正他已经干两任了 再干也不可能了 已经在台湾这个政治上 走到巅峰 干两任总统了 再干也不可能了 那么所以他更要做的就是 牺牲我自己保存整个国民党 那么保存整个国民党 他要把国民党当时的执政不利的责任啊 推到大陆 尽量啊 减少国民党在这次运动当中啊 所受到的损失 那么所以国民党呢 就是也要介入啊 由对岸来帮助自己背书 自己失正不利 所造成的人民不信任呢 闭口不谈啊 同时放大反中的部分 传递到对岸啊 由此来转移矛盾 最终将岛内的朝野矛盾 扩大为两岸矛盾 反中成为两股政治势力 都死命炒作的议题啊 只是目的相反而已 但是那么反 同样啊 那么台湾的学生反黑箱的初衷啊 最终也被大众所遗忘了 对吧 那么这个学生后来 一方面是自己蠢 另一方面是被绑架了 那么他们最初的反黑箱 只有在太阳化开始的 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是反黑箱 那么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反黑箱这个初衷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了 我们看2014年往后 黑箱继续不断的 那么你包括蔡英文上台以后 黑箱也是遍地啊 对吧 你这个什么口一哥 吴依宁啊 还有这个吴乃仁一家 台本领2600万 对吧 还有这个华航 华航 每月领几十万台币的高管 他们都是民进党选迎之后 空降进去的啊 把原有的高管都替换掉 对吧 还有包括啊 初转会等等 创立了一大堆的机构 这不都是黑箱吗 谁问过人民群众啊 对吧 你这个 我譬如台本这个啊 这个国有企业 台湾的国有企业 这个吴乃仁一家 吴乃仁的女儿去台本做董事长 等等了 那你问过谁呀 这不都是黑箱吗 啊 包括台塘的一大堆的事件 这个具体就不如举了 那么 那么所以说这个反黑 太阳花为了反黑箱 但是黑箱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也不知道你们反了什么 对吧 而且啊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就是反路反中为主体 那么 其实它也给我们大陆人民啊 我觉得给政府也上了很深很深的一刻啊 那么太阳花之后呢 呃 国台办 这个负责人换了 而且这个国台办的整个的 风格啊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对台湾强硬了很多 但是我们觉得大陆的人民觉得还是不够啊 强硬的力度还是不够 这也都是太阳花引起的啊 那么 所以太阳花碎了啊 岛内的两党的愿望 对吧 加剧了两岸的对立 加剧了两岸的矛盾 呃 扩大了两岸之间啊 尖锐的啊 冲突 那么也同时让大陆吧 对台湾人也越来越讨厌了 呃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啊 那么台湾 呃 这个学生吧 老当时就讲卖台亲中啊 那么台湾的把台湾的经济的不好啊 归归功于卖台 那么事实上啊 太阳花结束如今五年了 那么台湾的经济是更好了 还是更差了呢 对吧 你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且呃 如果失去了大陆这个市场 那么台湾的经济会面临着怎么样的一种局面 它会不会崩溃呢 这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啊 啊 比如接下来中国大陆签的这个RCEP啊 RCEP涉及到的16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上个月吧 嗯 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就是基本已经签满了大的条款 只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那么今年十一月份就正式签订生效了 呃 可惜啊这个东南亚十国和大陆签订了RCEP之后呢 RCEP有排他条款 呃 这个排他条款 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啊 排的就是台湾 所以你们新南向可能会越来越难 这都是太阳化的后续效应啊 太阳化之后可能让台湾在国际上 呃 的局面临的局面是越来越艰难的 呃 海外的自媒体啊 当时把这个太阳化吹到天上去了 对吧 都认为啊 这个这是民主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人民有权利之地知道一切 那么今天我倒也想问问这个美国之音啊 还有这个曹商卿啊等等这些人吧 那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美国的谈判条款也没有公布给你美国人民啊 那你们怎么不上街抗议啊 你这个文昭啊 美国之音呢 对吧 成本龙 你们怎么不抗议抗议啊 也就是说呀 呃 除了台湾岛内 像我刚才说的啊 这个各派的啊 各派的势力 对吧 还有包括这个 嗯 民进党 国民党啊 等等 带着各自的目的 对吧 把这个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啊 同时呢 这个海外的反华势力也深入到了其中 那么在各种势力纠葛之下 受害的是什么 最终受害的 一就是台湾的学生也好 台湾的人民也好 包括台湾的经济 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 呃 比如台湾的学生 我看迪卡的吧 就是台湾的大学生这个论坛 在求职就业的板块 其实你仔细看看 这个求职就业就是很难的 对吧 呃 还有很多都在考虑往大陆来走 但是其实是实在不同了 这几年啊 对来大陆工作的台湾人啊 其实你们看看之后 我们也不怎么喜欢 对吧 呃 很多的 很多台湾人也在抱怨了 受到了歧视 你受到歧视 你也是活该 对吧 那么太阳花的时候 你你你这个歧视大陆的主体 也就是你们这帮学生 所以我凭什么不歧视你啊 对吧 你来大陆工作的话啊 我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敞开心思 虽然在政策上啊 依旧对你们 有一心的优惠 而且这种优惠 事实上这种优惠看起来是优惠 但从实质上更加剧了两岸青年之间的矛盾 对吧 像我以前有一期视频 平时都给你们优惠 你这不瞧不起我们自己人吗 所以我们也会把这种啊 不满 施加到台湾青年人的身上 再一个我们之前啊 呃 国内大概也是16年 2016年的时候啊 有有举报了太阳花的几个负责人 他不是普通的太阳花 他这个负责人 大概三个 他们去在腾讯工作啊 在腾讯工作每年 2016年时候拿三万人民币吧 啊 和台币一年都拿过一百来万吧 一百多万台币 也被举报 他们后来也道歉了啊 说当时年幼无知等等等等等吧 大家也未必很原谅他 这也说明什么 就是当你啊 在反路反中的情况下 你被最终 你把台湾的经济搞垮了 逼着你不得不来对岸工作的时候 那么对岸人民 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对吧 你也是自己跑到对岸来工作的时候 你也是自打脸啊 自打嘴巴 对吧 让自己 你这个不仅仅是让对岸人讨厌 其实你也是在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讨厌 那么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啊 像前面说的 全世界这种国际贸易协定啊 没有一个 对吧 是要逐条审逐条公开的 那么台湾这种行为导致了什么 导致在全世界就是一个笑话 台湾这个民主啊 是全世界的一个笑话 那么全世界的国家 没有敢给你签什么 ACFA 没有敢给你签什么自由贸易协定了 对吧 这个两岸服贸贸贸 不仅仅是两岸之间的事情 对吧 台湾事实上 除了和大陆签啊 你要和美国签 和韩国签啊 和日本签 对吧 你和全世界其他的 所有WTO当中的国家都要签 但事实上 目前有哪个国家和你签了 为什么都不给你签 因为你们搞的这个方法 就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准则 大家都会 其他国家也会想啊 就算我跟你签成了 你们在高厂运动怎么办 对吧 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百费了 那么 所以这个 就等于台湾自己啊 自决于世界啊 其实说句难听的 就是台湾这个民主 现在是什么 是世界民主之哀啊 是人类文明之耻 尤其是台湾这个决青啊 是这个挨中之哀 尺中之尺 那么好了啊 今天这个视频大概就录完了 最后说一下吧 就是太阳化已经过去五年了 它对两岸之间的影响都非常大啊 对大陆这边啊 这样前面说的 我们对台湾的这个看法 已经彻底改观啊 从以前的同胞 对吧 对台友好慢慢的 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台湾呢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走向 另外一个方向 但是他对台湾的经济 政治国际信誉的影响 都是非常恶劣的 我不知道至今台湾人 有没有吸取教训啊 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 对吧 那么从我在YouTube上 看的一些情况 台湾人不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依旧变本加厉 其实很多人老问我了 这个为什么海外这个自卫体啊 都很支持台独啊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啊 在群里私下聊过 今天也说一下 就是这个台湾有2300万人啊 他们是海外华人 也就是YouTube华语区 最大的意志力量 大陆华人虽然多 支持最多的 但大陆啊 大部分不上YouTube 对吧 美国加加拿大 北美华人总共就500万啊 你东南亚等等 这些都算了算了 对吧 其实也没有台湾多 台湾是最大的群体啊 所以呢 所以说台湾啊 就是最大的粉丝来源地啊 所以他们为了吸引台湾的粉丝 往往呢会 采取一些啊 亲台的说法 对吧 台湾想听啥我就说啥啊 但是他完全不管 我说的这个东西 对台湾有没有正面效应 有没有引导效应 那他们不管对吧 我要的就是钱嘛 我要的就是流量 我要的就是点击 我要的就是多拿一些广告的收入 至于你台湾的生活真正的如何 谁管你 who care 呃 就像我前面有一期录的 这帮自媒体对吧 都支持台湾的台独 支持蔡英文 可是假如真正的台独 导致啊 两岸开战的话 那你问问这帮自媒体 你们要不要去台湾帮他们打仗 对吧 谁理你啊 对吧 包括刘大胜也一样 包括李家宝也一样 对吧 都在台湾吹牛逼 或者是批评一下 批评一下对岸 台湾迅速就高潮了 这个本身也是让两岸关系继续僵化 继续走向不可挽回的一种表现吧 那么台湾现在依旧没有吸取教训 依旧在把两岸的对立 一个全新的高潮上推 这也是我认为啊 台湾的决青啊 是这个民主之哀啊 是世界民主支持 世界文明支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不吸取教训 对吧 我们是到今天吧 我再简单说一下 这个不仅仅是那几个 那三个在腾讯呢 我们今天吧 在大陆啊 大概有 保守 保守估计 其实有两万人 两百万人 在大陆工作 这个两百万人当中 有很多啊 就是当年参加过太阳花的年轻一代 我曾经主张啊 对这个太阳花啊 发现了余虑罚款 对吧 大陆平正了一半 罚你十万 十倍的罚款 然后余虑驱逐出去 把他们撵回他们 很多人跟我说 年轻人犯错误 年轻人犯错误怎么了 年轻人犯错误 对你平等对待 那么很多人也说 当时太阳花设计的人数 太多太多 来大陆的人也已经很多 无法查 无法查和不 和你查不查 这是两个概念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困难 就法不责重 对吧 那你说红军两万五千里 长城难不难 也很难 但他也去做了 对吧 所以对这个太阳花呀 这个台湾绝情 在大陆的这部分人的清理啊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会有很多的漏网 至于清理不到 那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清理 所有参与过的 对吧 都要罚款清理出去 嗯 那么 就譬如那个 有个叫明星 叫吴康仁吧 他也是参与过了一次啊 他说 他就是凑个热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 这个事情是有政治目的的 你凑这个热闹 你本身就给他壮大的声势 就等于你参与了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呀 不管是吃瓜的看戏呢 只要当时你上街了 你都是 你都是同罪的啊 那么 呃 事实上我们从太阳化再来说 对一个台湾啊 这些青年人的影响吧 那么太阳之花之后啊 成立了时代力量 还有一部分人进了国民民进党啊 成了党工啊 还有个别人成了名嘴吧 当然这个 也也譬如也不算很有名吧 反正偶尔上上政论节目啊 呃 还有人选了议员 选了立委 这帮人确实啊 通过太阳化运动获取了利益啊 那么你作为普通的学生呢 你获得了什么呢 对吧 你你选不了民代啊 你当不了立委 对吧 你成不了党工 你只你还要像其他的人一样 面对着职场去找工作 可是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太阳化之后 台湾的经济越来越烂 对吧 你你所面临的职场的环境 越来越差的时候 你是否有反思过 你曾经做过的错误呢 对吧 尤其是我看过很多介绍了 台湾的学校里啊 至今还称赞太阳化 甚至把太阳化写在啊 这个书本上是民主的胜利 那么 这个正如果太阳化是民主的胜利的话 那么全世界的民主都是失败的 对吧 我说了全世界的贸易谈判 没有一个是逐条审的 这也说明啊 台湾的民主的确是胜利啊 你比全世界的民主都要高端 对吧 都要独树一帜啊 包括这个 还有人啊 拍了一个纪录片 我的青春在台湾吧 金马奖还获了奖 获了奖之后呢 还在金马奖上搞了一把两岸 对立 对吧 这个其实想想也挺可笑的啊 五周年啊 整整五年过去了 那么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五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日期 那么当年太阳化的决青们啊 或者学生们 也好 整整五年过去了 那么你的人生啊 也要有一定的经验了啊 有一定的经历了啊 有一定的经历了 那么这五年 你们是否有所反思呢 我也很值得听一听啊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 虽然我在大陆有部分吧 太阳化的青年人啊 说了几句话 对吧 说有所反思也认为不对 但是你很难让大陆人民相信这种反思 因为你这种反思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来 对吧 所以你是不是骗我们 我们也不好讲 如果你真的反思 你也要和那些 像时代力量那些 对吧 你也要去发出声音来 去立法院 去议会 去媒体发出声音来 让你把你的反思声音发出来 如果你发不出来的话 我依旧认为你们是在诈骗 那好啊 这么这一期视频就说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